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鬼再来 每地星期五 晚上10点正 MHK TV 计物频道 没有鬼不存在的香港 大家好 又來到馬雲講鬼故這部份 這部份他的故事是講醫院裡的招魂試者 在五六十年代播音街裡有一個叫李平庫的播音奇才 他不只能夠導 還能夠飾演 可以說是范范晶的 馬雲當年跟他也是好朋友 正正因為是好朋友 所以他才能夠了解很多發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 而這位仁兄從來都不相信有鬼 終於他都要認同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鬼 究竟這件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就由馬雲和大家講 我想會盜獄一些 會精彩很多 相信很多人認識我的人 都知道我是從黎迪夫聲出來的 五十年代的黎迪夫聲 就是香港人最好的語錄 因為那時不單止沒有電視 即使有電台 也是香港電台 但香港電台是官方的 當時連商業電台都沒有 香港電台只有一天播幾個小時 只能報新聞 平時也轉播到英國廣播電台的新聞 那麽好了 我黎迪夫聲呢 其實我不是受黎迪夫聲的工 他是外判了一間黎迪夫聲的日報 我就叫做派在裡面坐半天 就等那些藝人有甚麼新聞 和把節目表交給我 另外我有個助手跟我一起做 就在黎迪夫聲的日報那裡登那張表 我就認識了一班黎迪夫聲的藝人 其中一個和我最老友的 就是裡面一個編導李平庫 李平庫現在就如宗文去加拿大的 她的女兒還在香港 她的家族很大 即是當時幾有錢 因為黎迪夫在香港就是 在黎迪夫聲裡面是編導之一 有一次她就叫一個昆仔 即是周詠坤 周詠坤我也認識 我跟那班藝人很熟 周詠坤、譚兵文、鍾衛明 那些全部很熟 好了 她就說昆仔 你有沒有空 跟我去一去探我爸爸 她說你爸爸有甚麼事 她說大病、重病 現在是醫院 但是都是病危的 希望她大抱抱過 她說好 我反正都不用錄音 我陪你 跟阿昆仔去了一間私家院 她的私家院 李伯當時很大年紀 那張病床的床頭 是對著窗口 她的床尾就對著病房門口 裡面有私家病房 又有幾張拉動的椅子 即是讓貪病者坐 當時阿昆仔 我們叫周詠坤 我們叫阿昆仔 阿昆仔 就坐在李伯頂床頭 一張椅子那裡 看著床尾的另外一張椅子的李平庫 李平庫就對著老爸的床尾 就看著床頭的窗口 阿昆仔為何這麼熟 因為周詠坤下棋很厲害 李伯 即是李平庫的爸爸 很喜歡下棋 他經常陪他爸爸下棋 所以兩個是老友 周詠坤甚至最出名的棋王李志凱 都有點怕了周詠坤 讓那單馬都隨時抓平手 所以周詠坤下棋在麗里庫星都頗出名 再說回頭 那天探病是夜晚 就看回時候 突然間李平庫望著窗口 有個人已經站在那裡 就抖一抖 下意識就好像有人經過 誰知道沒多久 還有兩個站在那裡 站在窗口裡 那是沒理由的 這麼八卦 根本想到不是的 他說有沒有可能站在窗口裡 他說我出是 大哥這裡是三、四樓 這裡你們幾十尺 有沒有可能這樣上來 我出是沒有騎樓的 難道就是迫虎公 因為就是小偷 小偷沒理由爬上來 這間醫院怎麼好逗 想都沒想完 他就打個顏色給周詠坤 周詠坤想看出去 看不到任何東西 他就說什麼事 賊叔 因為我們叫李平庫 就不是叫做阿富哥 或者什麼 我們叫他賊叔 因為他在荔架呼聲 就喜歡大家打瓦架 他都要認識 麻賊賊 所以我們叫他賊叔 就不是叫做平庫哥 平庫叔 那些東西 後來賊叔 說你搞什麼 沒事 他老爸 你知道病危的時候 病重的人 久不久聊聊一下 就累了 就閉上眼 他老爸本來閉上眼 休息 見到他叫李平庫賊叔 睜開眼 什麼事 李平庫就說沒事 沒事沒事沒事 你休息吧 阿坤仔就見到他眼色 就在那種椅子裡 站起來再看窗口 沒事 然後就走過去 你病庫身邊 什麼事 查送 他說你剛剛 窗口裡有兩個人 經常看進來 不知道什麼事 但是沒有理由 這裏離地幾十尺 可能站到這麼高 誰知想都沒想完 突然間 他感覺到 等光斬一斬 他就看到那兩個影 已經穿窗如入 即窗口外出突然間 進來 原來這兩個人 原來不是引力 是影藝很高大 高到差不多頂著天花板 他很害怕 糟了 剛剛想叫他 那時候 他爸爸 嚇一聲 沒有刺開眼 他很奇怪 立刻走過去 一看 原來那個心臟 即是旁邊有個心臟監察器 即是測脈搏 原來停了 他馬上按鈴 阿坤仔 即是測脈搏 衝出病房 叫他護士進來 護士進來 護士進來 叫醫生進來 誰知一摸 阿里伯離開了 他們的理解 那兩個就是牛頭馬面 是進來 把阿里伯拿走 好了 這件事 都這麼大年紀 病了這麼久 兄弟姊妹 每個人都知道 他一定不行 所以那天晚上 人家只有李明夫 和周永坤在陪他 後來 立刻通知那些姊姊妹妹 就跟他過來搞後事 那搞後事 李明夫就說 他的家族很大 他就把兄弟姊妹 全部住在一層樓 即是所謂大戶人間 幾大鬥人 他說做後事之後 有所謂回魂夜 即是那些算命的 還有那些殯儀館 幫你算了 某時某日 幾點鐘回魂 要避開 還有生肖屬於什麼的雙蔥 就要避開得小心點 那些那些 好了 那說回魂 他的家族 即是有兄弟姊妹 即是個個不同心態 有些就說了這麼什麼 那張大圓桌 就擺滿了 好像擺酒 即是他爸爸喜歡吃那些東西 甚至他爸爸拿著用筷子 都要放在那裡 就點了那些白色的蠟燭 那些燈是關掉的 那些電燈是關掉的 那有些兄弟姊妹 就個個的想法都不同 說得這麼什麼 又聽到你兵庫說 又有兩個鬼差來帶路走 有沒有這麼猛呢 那有些不信 所謂科學根據 都沒有科學根據 有些就把那些爽身份 因為一入夜之後 到那個酒來回魂的鐘數之前 就要關燈 只是那張大圓桌 放滿菜菜 那些菜之類之後 就點蠟燭 點白色蠟燭 那些有個兄弟姊妹 就把那些爽身份 就審在門前面 門後面 那一陣子有人進來 突然早上就見到那些爽身份 就腳印了 那門就要留一條蠟燭 大門 拿一條防盜鏈 那條蠟燭就被那些雲魄 即死者的雲魄走進來 即所謂回魂爺 即是最後見家人 好了 另外一些就膽粗粗 就在自己的房門 留一條蠟燭 就裝出去外出 那張大圓桌到處 看看有些什麼人 跟著他爸爸回來吃那頓 有些細膽的就浪費了門 但你心思思就要起床 在門裡聽外出 有什麼動靜 有些聽到嘰嘰嘰嘰 就好像碗碟動 有些聽到那部聲 有些聽到好像鎖鏈聲 總之是古靈精怪 但是根本什麼都看不到 在那裡裝出去的那些人 什麼都看不到 到突然早上 沈桑辛粉的那個兄弟姐妹最緊張 看看有沒有腳印 誰知道出來看 沒有 不過桑辛粉好像亂了 亂了之後 老鼠經過也可以 駕七走過也可以 沒有理由就這樣 以前怎樣鋪排 就怎樣鋪排 那些雙鑫粉 但是李併婦是心水清 因為他知道我爸爸最喜歡 那雙橡牙筷子 每頓吃飯 那雙橡牙筷子怎麼擺 他都知道 那天看到 突然早上看到 他就說 看到橡牙筷子下面 好像有些東西 因為橡牙筷子是他擺的 拿開那個橡牙筷子 咦下面有一張橡牙筷子 什麼是橡牙筷子 什麼是橡牙筷子 即是白色蠟筷 跌下來的那些 一滴滴的那些 那些橡牙筷子 那沒理由的 白色蠟筷 就算被風吹 滴那些橡牙筷子 最多滴在橡牙筷子上面 沒有橡牙筷子下面 沒有橡牙筷子下面 橡牙筷子反而扎著那些橡牙筷子 那後面就 告訴那些兄弟姐妹聽 他說 他說 這件事 或者以前根本有橡牙筷子 他以前在家裡哪點藍燭 是昨晚 老爸回運之後 怎會有橡牙筷子 他說分明是老爸回來 即是吃了東西之後 就放下筷子 然後就 插著那些橡牙筷子 這樣才是合理的 如果不是那些橡牙筷子 滴在筷子上面 有什麼理由 橡牙筷子反而插著那些橡牙筷子 總之各有各講 但是那些送菜沒有動 其他那些東西沒有動 那你說怎樣解釋呢 雷一 即是你說 可能真的有第二個世界 所謂靈界 但是你信就有 不信就沒有 不過呢 這件事就是 李明虎親自跟我說的 那現在呢 他都已經 應該大過我的了 大幾歲了 那他呢就 有兩個女兒 即是以前的太太生的 那後來呢 就跟另外一個 結了婚呢 就生兩個兒子一個女兒 那現在他在加拿大那邊 久不久也有跟我通電話 因為他又是不喜歡用智能電話 又不喜歡用電腦 那有事呢 就是我打這些過去 那他聽 那後來的女兒 還開通了微信 即是所謂Vchat 那Vchat就可以當這些用的 他都不用的 他有什麼都不喜歡 所以只有我打電話過去 但是他最終要寫信 寫完信就隨便大論 就說我忘記了他 有空就不寫多些信 大哥 現在哪有寄信 要不就WhatsApp 要不就Vchat 要不就電郵 要不就說 要這些要錢 你用WhatsApp不用錢 他都不適用 他沒辦法 現在他身邊 應該是他的女兒 即是第二太太的女兒 在他身邊 他太太也在他身邊 但是他大太的兩個女兒 應該在香港 和第二太太的兩個兒子 都在香港 那我現在這段 因為我自己身體都不好 就很少跟他聯絡 好 大家好 我就是新丁小說家 翻本66 如果你們都是對靈異事件 有興趣的朋友 那我寫的這本小說 你們就一定有興趣了 就是沒有鬼不存在的城市 那到底即是有沒有鬼 那你買本來看看就知道了 裡面有很多我親手畫的插畫 裡面可以讓大家看到一些 另一個未知世界的畫面 那希望你們會多多奉場 那其實現在已經有售了 在MIHK的網台 和商務書店 三聯書店 和中華書店 都已經有售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多謝 這次庫文連載 讀者反映二列下 鐵定7月19日 書展出版小說 繪本實體書 售價港幣128元 鬼才你 每天星期五晚上10點 MIHKTV經驗頻道 沒有鬼不存在的香港